来就该到memorycast的限制 还有使用的建议了 那么memorycast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有很多的限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在memorycast当中 是可以保存的item数据量是没有限制的 理论上是没有限制 只要内存足够就行 当然这个东西怎么讲 只要内存足够 这个东西再多的内存都用完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无限的这么去用 还是要认真的思考 哪些数据该存 哪些数据不存 那么存储多长时间 该清除的就一定要清除 始终还是要养成节约内存的这么一个习惯 OK 第二个memorycast的单进程 最大使用内存为两个G 如果大家使用更多内存 那就可以分多个端口 开启多个memory开启的进程 也就是说呢 超过这个 比方说最大使用内存两个G 那大家就应该这个想办法 比方说做成分布式 对吧 这样子的 那么每一个占两个G 每一个占两个G 就这么个情况 第三个memorycast的设置的这个item为最大30天的过期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设置永远 其实也不会真的永远 对吧 就说memorycast的不关 那它也是30天就过期 设置为永久的 也会在这个时间过去 可以通过一个常量 这个real time什么 什么什么max data 这个买控制 当然这个呢 你要改的这些常量 那大家注意啊 需要了 就是可能会需要重编译 第四的一个 memorycast的缺乏认证 以及安全管制 也就是说memorycast 根本就不管安全的事 它只管存 它就是一个提高性能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呢 应该将memorycast的服务器 要放在防御墙之后 就是说 如果你的防御墙被人攻破了 memorycast的根本就不管 谁来它都存 对吧 第五的一个 memorycast的本身 是为了缓存而设计的服务器 因此没有过多考虑数据的永久性访问问题 比如说持久化存储的问题 那么当容量达到指定值过后 它就会启动LRU算法 自动删除不使用的缓存 所以说呢 你不要指望着这里头的数据永远都有效 对吧 那该持久化的 你还是要持久化 不能依靠memorycast的 memorycast的另外限制 大家看就是最大渐长为250个字节 那么大于该长度就无法存储 这也是有一个常量来控制的 那么这个呢 如果说对于250个字节 对我们常规的应用来讲 那是绰绰有余了 但是呢 对于可能有一些 不会想要做这种分层控制 就类似像包结构一样去控制 那么由于带上副包 直包 假如包的层级结构 就有可能不够了 那这个呢 大家自己得注意一下这一点 当你在用层次控制的时候 你的这个件长 最好不要超过250字节 其实大家这么想 你件就那么长 那可能有时候比你的值还长 那这样子的话 他一样要好存储空间 对不对 下面一条 单个item最大数据是一兆 超过一兆的数据 不予存储 这个咱们前面也讲到了 但是呢 这玩意它也是可以改的 它也是使用常量 这个来进行控制 那么它是默认的 这个slab大小 那么如果修改过后 大家需要重新去编译 因为这些就相当于是 memory cache的做到它的内部 就相当于是一些默认的一些控制了 当你可以去调整 因为本身太圆了嘛 对不对 下面一条 memory cache的最大同时连接数是200 可以通过这个CNN下网线 ELIT里头的这个free total进行控制 最大软连接数是1024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maxcon 来进行控制 这个呢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再来 memory cache的不实现这个冗余的机制 也不做任何的容错处理 比如说对于HA这一方面 它也是不管的 那万一 万一它出了问题怎么办呢 当然在节点失效的情况下 那么对于memory cache的集群 它是没有必要做任何这个容错处理的 万一失效了 怎么办 memory cache的不管 一切取决用户 通常情况下呢 有下面几种方案来顾我们选择 第一种就是忽略它 失效 节点被恢复和提换之前 咱就不管 其实大家这么想 memory cache的只是缓存的数据 缓存的数据只是为了加快速度 没有它 咱也能跑 只是它 速度慢点 没有它 我就从数据库里去 对不对 有它 我就从它那去 就快点 所以说的话 大家一定要做到 memory cache的 一定要做到 有它无它 都要能够正常执行你的这个程序 只不过有它 快一点 没它 慢一点 第二的一种情况 就是把失效的节点 从这个节点的表当中移出去 就说坏了 就把它拿走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如果你是一字形哈希 这个影响会比较小 如果你是用的这个 余速式的哈希算法 那么这个 影响就会比较大 但是呢 这个东西要这么想 影响大 那也没责呀 是吧 第三的一个 就启动热备节点 接管失效节点 所占用的IP 那这个是啥呢 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保证 就是说 而且高可靠性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 memory cache夹出一台 memory cache的服务器 后面你就跟一台热备的机器 那么就等于是 这台机器一旦出了故障 那么热备 闭起顶上 就这么个意思 那大家想想 其实有没有这么复杂和必要啊 第四的一个 如果希望添加和移除节点 而不影响原先的哈希结果呢 大家可以使用一致性哈希算法 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影响 只是影响小一些 对吧 第五的一个呢 它出了个收主意 什么主意呢 就说叫大家在扣端呢 做两次哈希 也就是说 当扣端取数据的时候 我第一次先去哈希 看这条哈希出来 不是要到了一个服务器吗 那我就去检测一下 看这个服务器在不在 如果这个服务器已经当机了 那就再做一个哈希 重新选一个节点 对吧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了 两次哈希 但是这里头出现的问题就是 如果某个节点时好时坏 那你两次哈希就麻烦了 因为呢 好的坏 好的节点 你比方这次你去的时候 这个节点是好的 你存完到过后 下次来它坏了 坏了你又 第二次哈希 第二次哈希又选到另外一个节点了 又存了一遍 对吧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导致 这两个节点上都存在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到时候就出问题了 到时候一定数据为准了 对不对 那而且这两个数据 就可能随着你这个实践推可能会不一样 那就很麻烦了 好 那咱们再看下一条 通常情况下 大家记住 我们使用memory text的目的 是通过缓存数据库的一些查询结果 来减少数据库访问次数 还有呢 就是缓存这个热点数据 以提高咱们的外部应用的速度 提高可扩展性 比如说 第一种情况 缓存简单的查询 其实这是告诉大家 在实际一种情况当中 我们该怎么去用这个memory text的 对吧 或者在什么地方去用 那第一种情况就是缓存简单的查询结果 那就是把这查询的结果查出来 就直接存到这个内存里面 对吧 当然这种就适合那些经常被用到 但又不会改变cycle 对应查询到的结果记忆 那么这种特别有用 其实这个比较有用的典型 就比如说 像一些所谓的这个基本配置的数据啊 什么类型啊 对吧 权限啊 还有呢 就比方说一个用户进来 他的一些这个常见的像他的什么积分啊 title啊之类的 但是不会常改变的一些数据 那么咱们都可以给他放到这个memory text的里头 那第二个就是缓存简单的基于行的查询结果 那这个呢 其实简单点说 就比方说你去缓存用户的话 那你就相当于是缓存用户的model 就是因为我们用户的model 这个实体对象 通常也就是映射到这个表里面的一行的数据 所以说呢 这个是缓存基于行的查询结果 用的是比较广泛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缓存了一些model 那到时候根据这个model的id 我就可以查出p值就是id嘛 那我就可以查出这些数据 我在内存里头就可以操作了 对吧 那我就不需要再去防数据库 而且这样可以灵活的组合 那这是第二类种情况 第三类种呢 就是缓存的时候 大注意不仅仅只是说数据库来的数据 我们还可以缓存一些常用的热点数据 啥是热点数据呢 就是用的最多的咯 对吧 比如说首页 这毫无疑问 绝对是热点 对吧 比如说像咱们现在重点推广的某些活动页面 对吧 那也是典型的这个热点数据 像这些的话 咱们生活之一可以直接把整个页面的数据存下来 对吧 你节省了这个运算和重新组合的这个时间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咱们如果前端已经用了 像咱们前面讲的 Wallish 对吧 那这个时候用它来缓存验变 那我这个memory cache的这儿呢 就不要再去缓存了 这只是告诉大家说 它可以 事实上memory cache里头存啥 就像我们前面用客户端演示一样 存啥 memory cache的根本不管 你存啥 存属你自己说了算 对吧 而且格式都是你说了算 你可以存对象 存 比方说有些东西 你还可以给它序列化了 对吧 你比方说做成json格式 啥都行 你说了算 OK 那另外一个建议 大家看 就是要使用分层的缓存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memory cache的 它确实可以高速处理大量的缓存数据 但是有些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设置其他的缓存层 以构成分层缓存 那么比如说可以通过本地缓存 像咱们有eh cache os cache 这样子的东西 建立起来多级缓存 这个起到两个作用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当这个memory cache的失效了 我本地缓存是不是还有 我还能够保证一部分数据 能从本地缓存取到 那么第二个就是提高运行速度 那么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数据放放到memory cache的里头 能够就说得到高效的 为啥呢 因为我很多本地缓存 实际上可能就是在同一个虚拟机之内 那这个内存读取数据交换数据是非常快的 毕竟你要这么想 如果真是分布式的memory cache的 那我从客户端去访问这个memory cache的 毕竟是要走网络的 对不对 甭管它多快 网络是跑不掉的 网络传输是跑不掉的 那实际上对一些 就是说使用极其的频繁 而数据量又不是很大 那完全可以在本地缓存的数据 那最好就在本地缓存 这对性能是有帮助的 对吧 所以说使用分层的缓存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那特别注意一个事情 当然这也是一个建议了 就是当我们的应用数据更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更新缓存 其实所有的缓存系统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缓存系统和真实这个数据 真实的应用数据同步的问题 那大小 比如说啊 画一画 就比方说这是memory cache的 这个是数据库 对吧 这是我的这个数据库 那么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说我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确实没有 对吧 那然后好了 我比方说这个就是ID等于1 对不对 我去数据库里查出来了 这里头有个指示1 这里头呢 就是我也存了个1 对不对 这第一次 好 访回去了 那么第二次来呢 比方说以后来是不是就直接从这个1拿回去用 就不再访问数据库了 本来一切挺帅的 对不对 可是比方说某一个时候 那又有人来访问这个数据库的东西 就这个意思 他来改 那么已经把数据库的指这个时候改成2了 同志们 问题就来了 也就是说当数据库里这个指发生变化的时候 也就是数据更新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更新缓存 也就是说缓存需要跟真实数据同步 否则就会造成 那你更新的是2 可是别人来取的时候 还取的是几啊 还取的是1 那大家想一想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 这个系统绝对乱了 对吧 那这程序怎么办呢 就肯定出错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啊 一定要这个同步更新 这是所有的缓存系统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也就出来了另外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缓存系统实际上是适合于一次写入多次读取的情况 对于频繁的读写的这种系统其实并不适合缓存 就没有必要缓存 为什么 你看 我刚给你存进去一个1 结果马上就被人改成2 对吧 那你缓存马上就没有用了 你又得改 就是我这回不但要改数据库系统 我还得改缓存 结果缓存又没有用上 比方说没有用上两下 又改成3了 对吧 这样频繁的就是说混合读写的系统 其实不适合使用缓存 好 下面一条建议 可以预热你的缓存 这啥意思呢 预热吗 就是预先让它热起来 对不对 字面翻译是这样 那比如说 如果你有一个很高访问率的这么一个站点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缓存是空的 意思就是说才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假如说就很多人来点击站点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慢 对不对 肯定嘛 因为这个时候都去数据库里访问 就会变得比较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什么呢 可以先把一些常用的 需要缓存的数据 想办法给它填充到memory开始的里头 也就是说起来的时候 我就先读一些数据 放到memory开始的里头 这样子的话 那你来访问的时候 这个运行速度是不是就快了 那么预先把这些数据 放到memory开始的里头的这个过程 就叫做啥啊 预热 对吧 当然这个可干的事很多啊 比如说可以自己写一个脚本 来做这个事情 也可以自己写个呃 比方说命令行的工具来填充等等的 这个都无所谓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memory开始的一些典型的试用场景 第一类种就是分布式应用 那么这个是memory开始的特别适合的 就当时分布式缓存啊 第二就是数据库的前端缓存 也就是说那么通过使用memory开始的来就说代替一部分这个数据库的访问 比如说不用了再去数据库里查了 所以说叫做它的一个前端的缓存 第三的一个就是跨服务器的这种数据共享 就在服务器之间比方说A机器B机器 那么他们要想共享一些数据 那怎么办 当然这个咱们比方说包括外面应用 对吧 跨应用的来进行数据共享 且这就跟共享数据库是一个意思的吧 第四的一个 变化非常频繁 查询频繁的数据 但是不一定写入数据库 这种也可以用memory开始 为啥呢 刚才不是说变化频繁不合适使用这个memory开始的吧 看清楚 它是不一定写入数据库 比如说像用户占线状态 意思就是它变化频繁吗 频繁 但是它不用写数据库 你只需要把这个东西系在内存里就行了 所以说呢 其实你这个时候就等于把memory开始的当了一个什么呢 临时的这么一个内存级别的数据库在用 对吧 那我就先改 就每次改呢 我就只改memory开始的 只改缓存 并不改数据库 这种情况也可以使用memory开始的 第五的一个 变化不频繁 但是查询频繁 那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是memory开始的非常合适的一个场景 就不管是否进入数据库都比较适合使用 只要是这个拼命查的这种东西 就是说多次读取的 那就很适合使用memory开始的 那看完了这个适合使用的场景 咱们再来看看 不适合使用memory开始的场景 这里有那些呢 第一的一个 变化频繁 一变化就要入库的这种应用 就是说必须要写数据库里面 股票金融 这玩意儿必须持久化 那不适合用memory开始的 第二的一个 对于那些不需要分布的 不需要共享的 或者说规模很小的应用 比方说小的一台服务器 对吧 那memory开始的 不会有啥好处 毕竟呢 大家这么想 memory开始是网络连接 网络传输 对吧 反而还会使效率下降 如果只有一台服务器 最好的就是本地缓存 缓存还是要要 缓存是要要的 但是呢 不要用memory开始 而是用本地缓存 它的运行的速度 要比memory开始的好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 会有这个想法了 他说 这个 可能如果我现在做成本地缓存 随着我应用规模的扩大 那我想要分布的话 那就没法做了 也就是说 这就牺牲了什么 提高了性能 但是牺牲了可扩展性 OK 如果你考虑到有这样子的需求 你说现在只不过是应用 现在比较小 所以说暂时放在一台服务器上 那迟早 它是要扩展到多台服务器的 迟早是要分布式的 得了 那就 没办法 先一开始就用着memory开始的 明白这意思吧 那第三的一种情况 缓存对象的大小 大于一兆 不适合使用memory开始的 这个前进师傅讲过了 第四的一个 K的长度大于250字符 也不适合使用memory开始的 第五的一个 虚拟主机不让运行memory开始的服务 这才意思呢 就是说有一些这个 呃 外部应用的这个服务器啊 它是建立在一个虚拟主机之上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托管的这个低端的服务呢 它可能就不让你这个控制内存 那么它如果不让你接管和控制内存的话 那么这就不适合运行memory开始的服务了 虽然你能跑 但是性能非常不好 第六的一个 应用运行在不安全的环境当中 我们说了 memory开始的根本不考虑这个安全的问题 你必须就通过别的环境来保证 就比方说放在防火墙之后啊之类的 那么这些啊 你要放把这个memory开始放在这个不安全的环境 那出问题反正都是你自己当的 memory开始的不管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第七 U本身需要的是持久化数据 或者说需要的是数据库 简单来讲就是这些数据一定要存储 而且要持久化的存储 那么这也不适合使用memory开始的 好 差不多了 这个能用和不能用的一些地方 就是咱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那么在 了解的这么多 memory开始的使用的一些限制 还有来给出的一些建议过后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比较典型的这个情况 就是memory开始的批量导入导出 所谓批量导入导出的就是一次性的 然后从memory开始的那里头是不得到很多数据吗 就是一次性的比方说导入一万条 一次性的导出一万条就这个意思呗 通常情况下 这不行 大家看第一句 不应该对memory开始的当中的item进行批量导出导出 这个是不建议这么干的 因为memory开始的本身是非阻塞的服务器 那么你如果一次性导入这么多的话 那它可能会导致memory开始的暂停 或者暂时拒绝服务 对不对 你想啊 那么你在批量导入导出这么长的时间之内 导入导出需要时间 你数据量大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万一这个中间数据发生了变化 那这时候就麻烦了 你就需要处理这张数据了吧 如果缓存数据在导入导出之间过期了 那你怎么处理呢 这是不是就是个问题啊 那像这些啊 就是说会导致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使用这种批量导入导出 一般在批量导入导出 数据量可能都会比较大 不过呢 在有一个场景很有用 就是说你有大量重步变化的数据 希望缓存很快热起来 就咱们前面讲的预热 这种是可以的 那么批量导入缓存数据 就相当于是我这个系统一起来的时候 我就哗哗的从数据库里 比方说读出300万条数据 放到memory开始的里头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别的还没有起来 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有改呀 不会有过期呀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 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说啊 任何事情不绝对要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想 万一有些朋友说 我实在是要倒入倒出要批量倒入倒出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就说有一些建议 他在某些场景下确实需要批量倒入倒出 比方说除了刚才讲的预热 还有一种的处理金群的问题 就说节点都失效了 反复查询让数据酷了 很痛苦对吧 或者说呢 存在优化不好的查询等等这种情况 那么这些情况呢 我们就需要考虑使用批量倒入倒出的这个方式 比方说导入一批数据这样呢 就让他尽快恢复嘛 不是节点失效了嘛 对不对 我知道比方说这个节点 还存的是我的用户数据 那我比方说有十万用户数据在这里头 那现在这个节点挂了挂了 然后他每个用户 现在比方说防御还数高比较多 那他一直都去潮了数据库 太麻烦了 我赶紧什么 把这台服务器重启 重启了过后怎么办 是不是得尽快让这个 让这个数据赶紧回到内存里面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像这些情况啊 都比较适合 也确实需要批量倒入倒出 那么这里呢 给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就可以使用这个MagDFS 或者说是CouchDB 等类似的软件来存储item 最后是直接把缓存的数据 等于写到这边去 然后呢 把item计算出来 并dump到磁盘上 当然这个东西啊 很明显就是啊 就把它存到磁盘上 就等于持久化了 对吧 那么这个MagDFS呢 它可以很方便的复写这个item 并提供快速的访问 那么甚至呢 可以把MagDFS当中的 这item缓存在memory cache当中 简单来说 就是把一个持久化和memory cache的呢 它俩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个就是合并 对吧 就是说把它俩组合起来使用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加快这个缓存的读取速度 而且还可以这个加快缓存不命中时候的一个响应速度 因为事实上这个时候简单的说就是用MagDFS对memory cache的做了一个这个就是磁盘悲愤就像是这么个概念 那么当这个还不是把它寄到数据库里就下次来读 从memory cache没有的时候那你干脆就不是从数据库里去找就这个东西啊 我就直接从这个MagDFS里头再把这个item重新读回来就像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我这数据我确定没有改的情况下那memory cache没有了 那我就从MagDFS里头去读 那么从而提高这个应用的可用性 好了 那当这些东西呢 只是一个思路 咱们呢 先就说到这里 当然像MagDFS这些呢 咱们后面呢 还会再去讲 差不多到 咱们这些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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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